好另外呢则是很多人喜欢吃的泡面 想说简单方便哦 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泡面吃多了相当的不健康 尤其面条都会先油炸过 还会添加很多的防腐剂 网络上则流传有一种新的泡面煮法 那么用两锅水把泡面分成两个步骤来煮 据说呢如此一来不但可以去油 还可以减少防腐剂 吃起来会比较健康 真的是如此吗 我们继续来看看 很多人都很喜欢吃泡面 而且都是直接倒热水就直接泡来吃 不过现在为了健康出现了这种新吃法 只要弄松了 它那个油炸面的表面的油呢就会出来 看那美只要先把面条放进锅中涮到散开 煮个八分手后再捞到碗里 再煮锅水加入调味料煮个三分钟 有时再配点青菜鸡蛋 虽然得多花三分钟时间 但是这样的泡面比较健康 泡面的油都是油炸 泡面的面是油炸出来的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油先去掉 调味料建议就是灼亮 现在它上面也有标示说你不要全部放 比比看煮过的泡面面条明显软烂 不过用开水泡的泡面面条比较硬 实际找民众来吃吃看 到底那种口感比较好吃 我觉得这种比较好吃吧 还是一般泡的比较好吃 对对对 用煮的太软了 泡比较久比较烂 坦颜还是泡的比较优 只是因为市面上的泡面大部分面条都会油炸 添加防腐剂 维生素E或者是BHT抗氧化剂 作为安定剂 营养师说如果用滚水煮过 确实会把这些不健康的物质给去除 泡面煮法多 就看民众想要牺牲好口感 还是想要使得健康 今天新闻 陈正雄长 紫台北采访报道